我們說這black tea 就紅茶 但是我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 台灣人真正的在喝茶 土耳其的喝茶是我們茶裡面加糖 就可以比較甜一點 但是台灣的茶的合法也很多 有一個意識 有一個文化 再加上它是一個屬於中華文化的一個特色 所以台灣人對茶的了解 絕對是比很多國家的人多 因為你們喜歡清客 你們喜歡跟很多朋友交成一個 交朋友 反正就是對台灣耐手茶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文化 所以我個人覺得今天我也在這邊 還有我是等一下 帶了我的機器 我要拍一個 英文的一個內容 我要發給土耳其國際媒體 想要讓更多人認識一下台灣的茶文化 因為每次外國人來到台灣 他們喝了茶之後覺得 自己家鄉喝不到的一個口味 很不一樣 有很多種品種不一樣 然後呢 就是 他的中華不一樣 他的那個過程不一樣 其實真的是一個 要了解一個歷史優雅的一個特色 所以呢 我今天等下的活動結束之後呢 我在這邊拍一些畫面 分享給土耳其 讓更多人認識 一下我們台灣的茶文化 謝謝你們邀請我來這邊 非常開心 所以很幸運 在這裡 很幸運 很高興認識你 我希望你們會再介紹 台灣的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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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我們紅豆大師 歡迎烏鵬 請烏鵬 請烏鵬 我們來聊聊天 我們要請烏鵬 我們來到舞台的前方這邊 欸烏鵬 你之前有看這個台北的記者會上面 有說你覺得台灣茶世界第一吧 你也想要把這個台灣茶 揮廣到這個全世界 那個時候是記者會 可是現在已經是在我們茶道節的現場了 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一樣很熱情啊 我剛剛在那邊 過去那邊很多人想要請我吃茶 請我喝茶 還有冰缸的一些都在我的口袋裡面 但是今天很可惜我沒有辦法喝茶 是因為我昨天晚上拔牙 你是說不能喝熱的 所以這邊很可惜很可惜 沒關係放涼啊 放涼都可以 放涼都可以 因為台灣人很熱情 你看 他們一直給我 我等我的牙齒變好的時候 我當然繼續 一定要喝 吃 對 吃吃喝喝 都是一定要的 對不對 好 那這一次呢 你來到我們這個國際茶道節 你知道這個做茶 它的過程其實有蠻多的步驟 你會不會特別想要體驗什麼部分 好想要先去動手喔 我個人覺得他們要弄那個 跳那個 把他那個 喔喔喔喔喔喔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那個 茶香 對 茶香 你一直聞到 非常的有趣對不對 而且這個不是喝茶之外 你體驗不到的喔 好 那我們在這邊喔 我們就要來特別邀請到的是我們 竹山鎮嚴鎮社區的理事 理事長帶領我們的理事 今天要來 帶領大家 來我們 來無故請站中間 好 謝謝 我們要請理事 來幫我們 講解一下 等一下帶領大家 體驗柔情 好 首先要介紹一下 我們南投竹山的紅茶 跟日月潭的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竹山南投這邊呢 都是以小葉 大葉轉為主 對 我們柔茶的這個部分 不過今天 除了無縫之外 我們也要邀請 現場的長官客廷 包括我們的大家長 我們的竹山鎮 陳東部健長 還有明天 小小跟我們陳小長 一起上台 還有鄧委員 美麗委員 以及我們台會委員的 這個竹山鎮